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一款美味的橘子热香饼 解油腻助消化,做法超简单 将这个切掉 然后再将它对半切开 放在一个盆中 加入适量的白糖或者说是蜂蜜 将它腌制一会儿 搅拌均匀 准备200克低筋面粉 加入2克左右的酵母 如果天气非常的冷的话 你可以加3克酵母 然后刻入一颗鸡蛋 今天我们做的热香饼 不需要用泡打粉 就用酵母就可以了 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入适量的白糖 我这里加两勺 或者说是两勺半都可以 将它搅拌混合 然后再加入150到160cc牛奶 牛奶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 就可以直接用 今天我也是让它夜间发酵 就是头一天晚上做好 第二天早上起来直接煎 再将刚才这个腌好的橘子 它这个汁水倒进来 这样可以增加它的口感 增加它的风味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家里没有晾杯或者说是电子秤的 凭感觉也是可以做好的 将它和成这样子的护状就可以了 干稀稠度就是这样 其实干一点 稀一点都是可以做出来的 只是它做出来 口感会稍微干一点或湿一点而已 做好以后 盖上保鲜膜 让它在这里常温 发酵一夜 间隔时间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都可以 这个前提一定要是在冬天 夏天的话请大家放到冰箱里面 冷藏发酵 取出来以后还要让它回温30分钟左右 才可以煎 橘子我们现在也不用 将它盖上保鲜膜 橘子可以放冰箱冷藏 第二天早上9点半左右 你看这个面团它就发生很多蜂窝状 闻一下它有没有发过 如果发酸的话 它可能就有一点发过了 我通常是要睡懒觉的 所以说它有一点发过我感觉 大家如果早一点起来的话 就不会发过 发过的话它就有一点酸味 做出来的话酒精味会比较浓 但是如果不是很酸的话 这个面团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吃的 轻轻地将它排一下气 我一般都是睡到9点过才起床 大家如果说是7点钟 8点钟起来的话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算睡到9点钟 做出来它的味道都不是酸的 只是酒精味会重一点而已 所以说这个方法很保险的 平底锅加热 放入适量的油 煎这个松饼不需要很多油 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将松饼倒进来 根据你的锅的大小 如果锅很大的话可以一次性煎掉 锅小的话你可以煎半个半个的煎 我就先煎一半嘛 用铲子将它推平 一开始火力先开小一点 因为你要放橘子 怕它煎火了 盖上盖子让它煎 中小火慢煎 煎至一面定型以后 我们给它翻一面 好 大概煎到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盛起来的时候 可以放一个盘子在里面 这样就很容易盛起来的 做法非常简单 用营养的橘子松饼就做好了 可以给它撒上一些粉糖 嗯 抓上两片薄荷